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谭老爷 这些红木家具 还称不上是 唐氏红木的上场之作吧 上场家具 都毁于上次的战火中了 真是作孽呀 你说什么 是吗 那真是太可惜了 谭老爷 听说汉青的手艺清楚于蓝 他做的家具 各国领事都争相购买 可否带我们去看一下 汉青的作品 是吗 那 能不能让我们欣赏一下 谭公子的大作 汉青的工作室就在前面 各位 请跟我来 来 走 大哥 有外人在 先忍一下 一会儿再收拾他 大哥 你们先出去吧 请 大哥 这位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 景川大作 特意过来看你做的 红木家具的 大作 先生 大作 先生 这位是我内人的哥哥 唐汉青 韩琪先生 你好 你好 汉青先生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啊 你想要是您吗 你 你 我 想要是吗 这位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雕刻所谓的精髓 就在这件家具上 得到真正的体现 这绝对是传师之作 没想到景川先生 对中国家具的鉴赏 如此深厚 我和景川阁下 在日本就已相识 他那时候 就对中国的明清家具 非常着迷 关于真国家具的学问 我了解的只是一些皮毛 在唐老爷这样的大家面前 我不敢班门弄服 其实 关于明清家具的真正区别 我不是特别清楚 希望唐老爷不吝赐家 清朝初期 家具的造型艺术 基本上延续着明世的风格 到了清朝中期 乾隆皇帝在位之时 以盛世天子自居 好大喜功 留心汉末 醉意诗情 又有足够的心情进行享乐 下面的人揣摩上意 就以奢华为美 此风气呢 传入了民间 因此家具的风格也一度改变 成为了华丽的奢侈品 我认为啊 华而不识 我更喜欢 简约质朴 你说是不是啊 原来如此 小夏哥哥 你磨这么长时间了 要不歇息一下吧 我不累 我帮你送回去吧 我来吧 给我 庞老爷 今天能够聆听您的指教 逼人非常荣幸 景川先生 客气了 一点浅鉴谈不上指教 对了 我对上海的金融 不是特别地熟悉 如果唐老爷 肯辞教的话 病人不胜荣幸 我呀 只懂木雕 不懂金融 这恐怕令你失望了 唐爷 您太谦虚了 在上海的商界 论资历和威望 几乎没有人能急得上您 您 您若说不懂金融 在上海滩 还有谁敢说自己懂的 现在不通以往了 如今这上海滩 已经不是过去的上海滩了 商界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商界 大所客下 天色已经不早 这些事我们回头再谈 好 请 请 咱们 小夏哥哥 小夏哥哥 少奶奶 大小姐 少奶奶 大小姐 不好了 不好了 小夏哥 别管 别管 你们别管 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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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夏 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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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夏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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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走开 走开 别 小夏 走开 别管 小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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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 我说 他们当中 有一个社会 曾经认知 我 我打听过 他的名字叫 小夏哥 瞧下车 只要找到他 那其他人的名字 就会知道 姐 姐 小夏哥 小心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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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祖阁下 大祖阁下 这个人拿着菜刀 背向我们 以为我们控制 我们并没有伤害他 阿娃 不是这样的 小夏是被他们吓得 他犯病了 六叔快来帮忙 老刘 来 来 下头给我 对对对 把头给我 快 给我 给我 还愣着干什么 扶小夏回去休息 那儿 给他检查检查 好 回去 走 回去 走 走 我们回去 没事了 没事了 快走 走吧 走吧 不好意思啊 爸爸 燕宝 送送客人 于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大祖阁下 不好意思啊 这小夏 他脑子有点毛病 刚才可能是看到 门口的士兵 所以他才这样的 请 请 请 好 来 快点儿啊 点儿 还好 吃法人 字幕提侦 你给你打来 就把日本人带到家里来 阿爸 这不能怨我呀 县兵司令部给我打电话 让我陪同 我不敢不陪 再说 我也是上了车之后 才知道他们来拜访您 我也没有时间来通知您 那你也用不着 处处讨好日本人哪 你瞅你刚才的样子 我都觉得丢脸 那哪儿是讨好日本人呀 我是不敢得罪他们 要是把他们都给得罪了 我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大哥 严宝他说的也是实情 算了 您呀 也就别再追究了 要不是他把日本人带进来 小夏能出这样的事情吗 这也怪我 还不是他自己犯病 行了 严宝 你就别在这儿叫委屈了 你阿爸说得一点都没有错 咱们没有必要 在日本人面前低森下死的 那样特没志气 小夏经过怎么样了 兰儿正在给他做检查呢 看行星没有太大的问题 大哥 我觉得今天这事不太对劲啊 这日本人 为什么会突然无缘无故的 到咱们唐家公馆来 而且还摆下那么大的阵仗 这 这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他们是来拜访您 别的 没有说什么呀 阿爸 我先下去了 这日本人 这日本人最近不是要搞一个什么中日联合商会吗 我琢磨这个景川 这日本人 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只不过 我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原来他们藏着这个心思 这个景川看起来表面上很和善 实际上内心深沉 是个很难对付的角色 我 丹索阁下 我还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执意要亲自拜访唐公关 唐爷在商人之中为王甚高 我这次来 一是向他表达善意 二来想知道 这个唐爷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 我能感觉到 这个唐爷城府很深 很难让人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 不过我确定的是 他对我们好像并不热震 那倒不一定 这个唐爷已想与我们日本方面刻意保持距离 但是 今天我们拜访唐公关的消息 马上就会 传遍整个上海滩的商界 所以对于官网的人来说 他们最想知道的是 我跟唐爷到底谈了些什么 可您只是参观了他的鸿木家具场而已 堂堂日本先兵司令部的情报处长 跑到唐公关 只是因为对鸿木家具感兴趣 对于别人会相信吗 小夏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身体状况一切正常 但是精神方面就不太确定了 阿爸 情况怎么样 姐说 他还需要再恢复一段时间 截二连三地出事 真是哭了这孩子了 阿爸 刚才把我吓坏了 小夏那架势 是要过去打死那两个日本人的 大嫂 在小夏面前不要说这些 免得再刺激到他 好了 让他一个人在这儿静一会儿 叫阿牛多照顾他一下 来 那走吧 走 小夏车 爷 听说景川今天到唐公馆去了 可是待了不短的时间 你去抢办法打听出来 他们到底谈了什么 这个除非问 唐爷的家人或日本人 不然很难打听出什么来 爷 这唐爷口口声声 让咱们皆身自好 自己背地里 跟日本人勾股搭搭 这唐爷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啊 爷 咱可别到时候 什么好处没落下 都便宜了唐家那帮人 现在事情还没搞明白 别长着你那个大嘴 出去乱说 我这不是给您分析分析吗 分析个屁 该干吗干吗去 是 大哥 水月刚才说的话 您也听到了 小夏要继续留在 咱们唐家的话 早晚会闹出祸端的 我看不见得 小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他现在啊 就是闹筋 有点问题 要找我看啊 不如给他一笔钱 让他离开唐家 另谋出路 我们不亏待他 也算报了 他就要安清的恩情啊 话不能这么说 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如果身边没人照顾 那才容易出问题呢 我答应照顾好他 绝对不能出尔反尔 你不是要回 码头的仓库吧 是 天要不好了 要回就早点回吧 好 那我就回去了 大哥 您也早点休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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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下里都找过了 我家里四下都找了 别急呀 小夏说不定去找你哥了 走 咱看看去 好 哥 爸爸 小夏没去你那儿 没有 肠子里其他人我也问过了 都没有看到小夏 昨天晚上我也问了 那个首更的老抬头说 也没有进出公馆 院大门和后院小门 也没有看见小夏哥哥 你还说 还不都是因为你胎睡 这小夏病还没好 万一有个什么该怎么办啊 好了 现在耽误之急 赶紧把小夏找到 你去找一下刘叔 让他多派点人手去找 好 阿爸 我现在就去 阿爸 我去找坤哥 看看熊补房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 好 这怎么死人啊 这怎么死人啊 真惨啊 真是 是 就是 就是就是 整探长 又见面了 世道队长 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管辖的 区域范围之内 我们寻补房 今天是奉命协助您破案的 这帮康日分子真的很可恶 竟敢伤害我大日本帝国的士兵 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都是义道之 让人 不准进去 坤哥 坤哥 不好意思 让他进来 是不是小夏 不是啊 你们这干什么呀 小夏昨天晚上不见了 我刚才去寻补房找你 他们说你在这办案 不是 小夏不见了 什么意思 我不过去说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情 这小夏在上海无亲无故的 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我也希望 小夏可以很快就回来 可他脑子不好 我阿姐说 他要再受到刺激的话 可能病情会加重 万一真是这样的话 他哪里还会记得回唐公管 我阿爸都急死了 你这样 回去跟唐伯伯说 这件事情 我一定尽力帮忙 刚才跟日本人同归于尽的那个人 是真英雄 这话可不能乱说 你小心要急自己 我才不怕呢 说话犯法呀 那你不怕 我怕 不怕 彩儿 如果你实在是不想出国的话 那我送你去重庆吧 那个地方相对于上海来说 要安全多了 你是可以帮我转移啊 那我阿爸怎么办 我家人怎么办 你能把他们都转移吗 你要不行的话 以后就别再跟我提这事 阿爸 您不要太过担忧了 也许一会儿 六叔就把小夏给找回来了 大嫂说得对 小夏孤身一人 在上海无依无靠的 等他清醒了 肯定会回到唐家来的 对呀 我就担心小夏的病情啊 万一家中 不禁回忆不起自己的过去 恐怕连唐家的门都不认他了 你说现在世道这么乱 他一个人在外边怎么生活 阿爸 柳叔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 小夏经常去的几个地方都找了 可就是没找到 阿爸 上海这么大 要找一个人哪儿是那么容易的 您再等等 彩儿不是还没回来吗 对呀 阿爸 彩儿还没回来呢 阿爸 正说你呢 你这儿就回来了 张坤儿有没有小夏的消息 不过坤哥已经答应了 他会嘱咐寻补房的人 多留意一下小夏的行踪 他那个人呆头呆脑的 这是不要出什么事情才好 要说什么呢 我 小夏 既然自有天相 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这一次就拜托你们了 请您放心 我们一定负责好安保工作 请进来的本人可真多呀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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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你不想吃日本酒 我喝了 但我快要去日本 我也是 我也是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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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棒 我吃了 我最大的 我太羨慕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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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 大座阁下 属下等 风鸣前来 看看这次的案发地点 就知道 行事是多么胆大妄为 案发现场距离海军俱乐部 不足一千米 而且那边的巡逻队 夜间巡视非常密集 幸亏我们巡逻兵发现及时 要不然 遇难的不只是那名少尉 就连那名中尉 恐怕也很难幸灭 也就是说 对方准备动手时 我们的巡逻队 就在距离现场不远的地方 应该是这样 看来对方是个亡命之徒 专门针对我们而来 围剿这个神秘杀手的任务 就交给川德军了 是 站住 干什么的 抓住他 过去 被他夹了 就在那里面 英雄针对我 就是把一路 给我打住 要不要打住 我 Changing了 我 是先见第一次 你不要打住 你不要打住 我 这 这些人 你别打过来 你别打住 你别打住 走开 走开 别杀我 不要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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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别过来 大总快起来 别过来 这个人 不要过来 就是上次在唐公馆 发疯的那个人 别杀人应该哪儿最有问题 大总快 别杀我 怎么处置他 别杀我 你别过来 小小那边 还是没什么情况 没有 看来这孩子 和我们没缘分哪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人家 我们出去 和下请看 这个 就是从这个人身上 足处的武器 这也算得上武器嘛 如果我们把它 定为卡尔分子 我们岂不成为了 上海滩的笑话 不如我们现在 通知唐家人 让他们过来领人 不 可把他亲自送回唐家 这样 才会让这件事情 更加有意义 嗯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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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夏哥哥回来了 什么 是小夏哥哥回来了 人在哪儿呢 就在公馆大门口呢 回来了 好 好 走走 快快快 快去看看 快 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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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夏 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了 你还不想要 潘老爷 我偶然遇到您的爱徒 就把人给您送回来了 多谢敬川先生 快 扶小夏回去休息 再给他弄点吃的 快点 好 走吧 走 进去吧 大左阁下 屋里坐吧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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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徒这次能够平安回来 多亏了景川先生 但不知景川先生是怎么找到他的 不认识啊 赢格来说 是您的爱徒主动找到我的 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 是你的徒弟自己跑到 县兵司令部的门口去的 这段时间你到哪儿去了 把我们都给担心坏了 对不起 我脑子一时犯了糊涂 走出去毕了路 以后啊 别乱走了 幸亏这次没事 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我们可得愧疚一辈子 知道了 你怎么会和日本人一起回来啊 要不是之前到唐公馆拜访时 知道您的爱徒精神方面有点问题 昨晚 他可能就被当作抗日分子处理了 真是好玄哪 景川先生 感谢您对小霞的救命之恩 在这里我替他谢谢您了 韩清先生 咱们也算是朋友 实在是不必如此可见 景川先生 亲自到我府上 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吗 妈妈 景川先生怎么可能还 我虽然不懂什么政治 但是也知道 景川先生 位高权重 事务繁忙 亲自把小霞送到府上 一定有什么要事和我商量 谭野说的也是 这次我来确实还有一件事情 想和你商量 请巧 我喜欢 我希望你能够答应出售给我 就 就这点小事 是啊 还请您不要推辞才好 我准备把那两把椅子运回日本 我相信我的父母一定会喜欢他 看样子小夏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头啊 是啊 还不是怪他自己到处乱跑 这两天我们全家人哪个不为他操心啊 特别是阿爸 每天都在佛堂为他诵经祈福 祈求他平安归来 他倒好 一回来就倒头大顺 跟个没事人一样 好了好了 我们先出去吧 让小夏一个人休息一会儿 好 好吧 爸爸 这个景臣倒是挺有礼节的 我感觉他和其他日本人不太一样 这么虚情假意的更加可怕 他这么做是让我欠他个人情 以后有什么要求我做的时候 我也不好推脱 不管怎么样 小夏能平安回来最好 你说是吧 是 是的 看来你的情绪不高啊 本以为大左阁下会和唐家提出任何条件 可没想到 大左阁下只为了两把红木椅子 那你认为 唐家现在跟我们合作的条件成熟了吗 大左阁下的意思是 对付图怀志 要用力要 要跟唐爷这样的人打交道 要等之以情 今天我只要他知道 他欠了我一个人情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再说我这样做 高兴知道后肯定会倍感压力 我相信他很快就会主动过来找我的 大左阁下这一剑双雕 果然高明 佩服 是的 对付中国人不能一味地使用武力 也更加需要有聚会 别装了啊 醒醒 我知道你没睡着 你快点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要离开唐家 因为我恢复记忆了 我看到了杀害我爹娘的凶手 我是去找他们报仇了 凶手 景川 不是 是那个把军刀架在我脖子上的日本人 他叫乔下车 原来是他 所以当时你才会有那样的反应 你还记得那天我在路上撞车吗 我当时是因为在路边看到了他 只是还没有想起来他是谁 觉得他的脸非常熟悉 所以报纸上说刺杀日本人是你做的 是的 当时我是想追踪桥下车 没想到跟丢了 那清明队呢 也是你跟踪桥下车 没错 只是没想到那里跟租界的情况不同 有宵禁的规定 当时日本人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我对那边的环境也不熟悉 不过我突然想到 景川曾经来拜访过唐爷 而且也见过我 所以我就冒险冲上了司令部 没想到还侥幸成功了 幸亏你没做 不然就危险了 对了 这次我可以侥幸逃脱 完全是借了唐爷的威望 你放心 我会跟你阿爸说清楚的 尽快离开唐家 杀日本人的事情 一旦被别人知道 一定会连累你们 你要是离开了唐家 你想过没有 你在上海要怎么立足呢 这个都还没有想过 以后再说吧 你之前也说了 是靠着我阿爸的威望 才逃过一劫的 唐家人的身份 给了你很多便利 你要报仇 岂不是你一个人 单枪匹马能够成功的 我也可以帮助你啊 当然如果我有需要 你也要帮助我 再说了 日本人不是你一个人 就能杀得完的 是千千万万有良知的 中国人的事情 我一直在做抗日的事 你放心 你的事情我会替你保密的 我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呀 我一个女孩子都这么爽快 你一个男子 还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的 那是因为担心你的安全 担心我的安全 那你教我武功啊 我学会了武功 我就不怕了 有你想得那么容易吗 那你现在想起以前的事了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夏光琪 但是 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我阿爸 我一个人都会给你 我去小亿 你去小亿 你去小亿 他在那里面 我会给你小亿